榴莲幼苗必须同时注重水分和养分管理,才能达到提苗的效果。 通常,在定值后的2-3周,已有新的吸收幼根发育,此时使用4-6粒的氢肥配方大粒丸,能保证树体吸收完整的元素,并进行少量多餐,随传随到的养分补给。 用粘术的榴莲,建议每8-10周补充一次大粒丸。 在柔佛州永平,使用大粒丸轻肥提苗的效果明显。 原本黄化问题明显改善,顶部的心芽也已经冒出。 在东甲的沙翼,两年的榴莲术甘枝问题严重,使用大粒丸轻肥15粒进行补救。 两周之后,心芽也已经冒出,树体基本恢复健康。 这是同一个果园,和其他复合肥对照相比,使用大粒丸明显解决又粘术黄化的问题。 在柔佛的金马式,大粒丸使用19天后,卢壤测量,EC仍维持高的电脑度数字,叶片也明显厚量,圆主十分满意。 在柔佛的金马式,大粒丸使用19天后,画面中的对比使用前后,端枝问题明显改善,榴莲术得到大量元素的补充。 同样在柔佛的金马式,这片果园使用大粒丸19天后,整体树梢顶部黄化开始出现干枝的问题也得到解决。 同样一个角度,这片果园整体树梢顶部黄化的问题,逐渐改善。 局部来看,蜘蛛的改善除了黄叶转绿明显,叶更加茂密。 同一棵树在使用前,使用19天和39天后的对比,顶烧心叶已经十分茂密。 在柔佛的拉美市,蜘蛛30年老树一样有开花后叶片黄化问题,主要开花消耗的养分过量,大粒丸成功减少了黄叶问题,让树体能持续光合作用。 柔佛西加墨红排村,大粒丸叶片平斩,有光泽,对比其他肥料,能最大程度对抗自稀式口气的害虫,比如继马,红蜘蛛的危害。 柔佛西加墨红排村对幼年树提苗效果明显,圆主下一阶段可开始进行修剪定型。 恒恒周双西兰果园,整员使用轻肥大粒丸状术,若是猪整体恢复,心叶比老叶更大,也更有光泽明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